其实我的身体就强 现在是周一下午三点半 重庆本地人正在进行一些休闲活动 而另一些人 他们必须要先完成自己辛苦的工作 我是孟岳 我现在正在此起口 今天我将带大家去看看 一些重庆本地人的生活方式 她是皮小丽 有一个二十岁的儿子 她每天都在这里打麻将 她的丈夫也很支持她 她的亲人说她几乎每局都能赢 她没放毛是大的最好 没放毛是大的最好 没放毛是大的最好 她跟我一起在一起玩 我们这个家族都喜欢玩 我的父母也喜欢玩这个 那您的孩子呢 现在多大了 二十 二十 那您就跟我妈妈等于差不多 对 但是你看这对我妈妈年轻 真的 我还在说我现在在上大学 麻将不出牢 你还是现在在上大学吗 对 在上大学吗 她是皮小丽的姐夫 除了打麻将 她还有其他的休闲方式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 那您能从中得到收入吗 还只是 就只是因为兴趣 然后大家在一起 那一般多久组织一次 集体的活动呢 每个星期都有一次 每星期都有一次 那每次大概多久呢 他们都是重庆本地人 但这只是重庆生活的一面 在几公里以外的上青寺附近 这里显示了重庆生活的另一面 忙碌 快节奏 繁荣 热闹 新兴的商业正在兴起 我来到这儿 将要和猪八戒网的经理 丁燃先生见面 这个是重庆最大的一家主流的媒体 然后那个四年前 我从那个报纸 然后离职 然后加入了这个猪八戒网 然后我们做的是一个 创意交易的一个服务平台 就类似于一些外包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在国内还比较新鲜 然后在国外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 然后我们从四年前开始做 做到今天已经做成 中国最大的一家 这个外包的这么一家互联网的公司 丁燃的公司是买家与卖家间的中介 公司从交易中收取佣金 丁燃还介绍说 他的公司是同行中的第一个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其实恰恰我觉得在北京上海 他有很多的资源 那所以他可能不会惊吓心来去做一件 时间很长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在重庆 然后我们做的是互联网 它没有低于的限制 所以我们 邻居了很多的一些优秀的同事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大 丁燃和王婷管理这样一家 有六年历史的网络公司 拥有150名员工 但他们仍然在招募新人 丁燃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公司网络会员的作品 这也是他做过的工作 这些都是我们的会员的作品 这些都是我们会员的作品 这些都是我们会员的作品 这些是我们会员的作品 那我们今年的打算呢 我们下半年我们还会再开启一个英文版 那我们希望能把中国的创意输出到全世界 让这个国外的这些企业也能 来分享中国的创意跟中国人的一些智慧 最后我发现 不论是网络公司的经理丁燃 还是瓷器口的传老板皮小丽 虽然他们从事的行业不同 但是他们对重庆有着同样的看法 对自己的未来也有着同样的期待 4月呢 11年了 11年了 那您觉得重庆这么多年来变化大吗 大 特别的大 您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建筑 建筑 高度的建设 经济的发展 那您这儿的客人也很慢慢的在增加吗 对 有哪些变化呢 客人在这儿的房间 客人知道这里的旅游嘛 这里消费吃饭 打麻将也没问题很多 很多都是在这里的喝茶呀 打麻将 最大的感觉就是经济的发展 然后高楼盖多了 然后消费力那个 真高啦 对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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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4年前来的地方毫无人员 人员很少很少 我们4年前的人来的很大 两边的每个女的全部是一个 一个那个十七块儿啊 两边还是有潮潮的一些 哦 就是很荒芜的 人员很小的 你们比较有眼光 说我姐夫啊 我姐夫很有眼光的 他很能干的 他什么都会 齐齐齐化 都会 他自己会上照的 拉二十的 都会 看法 都会 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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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